歡迎大家回到發達廣場的時間 我身邊的嘉賓繼續是研究部分析員 團隊內是市務總監獄郭師志先生 郭Sir,你好 先講講A股方面收市的表現 上升指數跌1點2326點 戶心300指數跌5點2623點 申請城址9313點跌30點 跌風來講是0.07至0.32% 先問郭Sir,今天A股方面的走勢比較反覆 肩算是偏遠,但波幅又不算大 A股方面的走勢 看到內地方面,波團也有收稅的情況 其實影響有多大? 暫時來講,問題是不算大 因為事實上來講 A股處於一個跌後初步斷定的形態 由於上證指數 已經是初步擺奪進一步下市低位的威脅 現在只差一件事 事實上整個A股的形態由1949點 去年10月9日 去到近期的低位2232點 其實累積的升幅 都不是大得那麼重要 直到現在這一分鐘 整個形態有少少 組成一個上升三角勢頭 從這個低位開始 拉上去到這裡 這條是短期的上升軌 當然,如果這個上升軌 能夠獲得確認的話 連同這個技術上的阻力位 就會形成一個上升三角形態 所欠的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動力 如果要成功挑戰2370點 可能多多少少 都要等到政策的配合 直到現在這一分鐘 如果相對環球的股市來說 A股真的四個字都說了 佛線觸塵 你看看 07年杜瓊斯指數14,198點 當日上升指數最高是6,164點 現在上升指數是2,000多點 但杜瓊斯指數已經創了歷史高位 會不會是因為政策或其他原因 政策是其中一個問題 但很可能過去這麼多年 A股的表現真是令到很多投資者失望 其實內地有不少 我們看得是比較垃圾的股份 一上市之後 當街禁期完成了 有理沒理就在市場上估貨 它根本上就是套現 省戶來說 無論擺下多少資金 到最後都是蝕多蝕少的問題 都是蝕的 那環境之下 其實都令到人蠻失望的 往後 其實應該就是有些不能符合上市 要求的股份 應該是不讓它上市 重拾市場對A股的信心 這就是比較關鍵的 第二 無論是經濟、樓市或股市 內地從來都會看政策 領導人換屆已經完成了 直到現在這一分鐘 都沒有新的政策推行出來 當然 國五條或樓市的限購令 這些對股市或樓市來說 都是有一定的制褶作用 但市場的關注環境不是這個 而是如果真的要提振 或是早前提到的城鎮化計劃 如果政策真的要出台 很可能在那一刻 A股的走勢會走出目前的困局 我總是覺得 這幾年內地經濟每年平均增長 7.5、8.5% 有一段時期曾經增長達到9% 但A股 就持續反覆都回軟 到底中間是發生了甚麼事 為何 股市不是反映經濟的前景 反而經濟有經濟增長 股市有股市的下跌 其實這種背持 一段短的時期不正常 就不出奇 但如果長期都是這樣 真的有問題 但怎樣也好 1949點的上升 或者開始的回升 我希望A股已經走出最懷的一刻 暫時來說 初步阻力是2370點 上證指數如果能夠突破2370點 目標應該可以直指2444點 剩下來的就看看 整個大市到底有沒有政策扶持 剛才郭Sir看到內地樓市方面的情況 其實內地樓市 有些報道都說到 將會是 今個禮拜將會大陸敏感期 因為距離 公佈新國五條 樓市的調控細節有7天的時間 其實這些地方對於新國五條 都有些細節有些傳聞 各地不同的地方都有拖字缺 就說實施 但實施方面又有一定的就是放寬度 先問你郭Sir 其實相關的消息 對於內地方面樓市的打擊有多大 我見到好像真的有些說話 應該怎樣看呢 如果你真是國五條硬執行的話 你說完全沒有影響 是假的 事實上來說 很多地方的樓價 一直以來都是相對比較穩定的 你只是看看 個別的內房股公佈業績 他的售樓都是相對比較理想的 事實上剛性需求是很大 13億人口對住的需求根本不需要質疑 如果你說新的政策包括城鎮化推出來 住的需求就更加大 不過當然 農村的個體戶 遷移到城鎮 去買的樓 一定不會是城區最核心的地段 反而是周邊一些地方 樓價定位是比較便宜的 商品房 但是 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限價令 如果限價令 嚴格執行 即是發展商 賣樓的時間 要用上一個季度的均價來賣 不能夠提價 可以賣便宜 或者一樣 但不可能賣貴一點 這個政策一下來 樓價 不是見頂 而是 將會橫行 我又不覺得樓價會大跌 老實說 因為 要保持7.5%的經濟增養 真的要靠內需 內需 很大程度 真的要看資產格格的穩定性 如果樓價大跌 或者 一個比較明顯的下跌 置業者來說 一定是心脅 剩下來 買了樓那些 當然有些變成負資產 在財富 收緊或者財富萎縮之下 消費要一定受打擊 而最重要的就是 銀行按揭的資產質素 將會變差 所以這個情況 我不覺得會出現 或者有一個情況 樓價 不讓它升 但同時期 亦都要穩定 如果樓價能夠穩定發展 是符合各方面的利益 包括消費者 或者置業者 可以 選擇自己的深水樓去買 至於發展商來說 老實說 亦都不想 樓價大幅度攀升 如果你想 麵包貴 到最多面麵粉就貴 麵粉貴麵包更加貴 你無自己貴 最終一定有一方受損 但如果你說平穩發展來說 其實是符合各方面的利益 我就傾向於 所以在剛性需求那麼龐大之下 在政策雖然有緊估的效應 但內房股 我不覺得應該 看得太淡 短期股價或者政策緊估之下 會略為反覆 這個不出記 你好像688 在上一個升浪已經累積升幅100% 1109何嘗 123個月受累積的升幅更加超過一倍 高台有一點整固 消化甚至 進行一個技術上的整固 也絕對不出記 略為回調也是很正常 但如果你說會不會去到一個 不可預計的下跌 我覺得機會很微 去到第三季和第四季 當這個各五條執行之後 市場慢慢消化完之後 就要看基本因素 如果個別的內房股 本身的土地主備 是足夠未來4到5年的發展 而財政也是健全的話 問題一點都不大 相反來說 如果是 樓價或者地價 有少少是 下滑的話 他們更加可以趁機會 增添土地儲備 對內房股我始終還是看好 不過選擇性吸納是很重要 謝謝各位對內房 和A股方面的情況 分析 先跟大家跟進一下 內房股整個辦法 最新表現 中海外 升近接近1% 做21.4 華洋之地 20.05 升豪半 碧桂園方面 4.07 升1 西望房地產 13.74 升4 富力地產 12.84 跌2.4 謝謝郭Sir 跟我們分析了 什麼相關的版塊 我們先休息一會 這節時間差不多 稍後回來 為今日最後一節的問答環節 繼續有郭Sir在這裡再陣 如果大家想問郭Sir 關於股票的問題 事不宜遲打電話來 電話是 204.6566 又或者繼續電郵給我們 電郵地址 askatbschannel.com 稍後問答環節再聊